請收看 為心世界 台北風水 請收看 為心世界 台北風水 請收看 為心世界 台北風水 我的主人不在 他不講話 來死無口嘛 去死就落葉歸君 來著無口 所以他不講話 用這個啟示 佛在那邊 在告訴主人家在那邊 到這裡屁股翹起來 又彎下去了 彎下去了 彎了 又轉回來 就直接到那邊 告訴我的主人在那邊 彎彎曲曲了 所以石頭會有生命 你們到山區去看風水的時候 你就不要到裡面去 有沒有就知道 看那入山口的石頭的左向 你就知道裡面有沒有風水寶地 不然你已經跑了半十 要我去看他的石頭的左向 所以石頭的左向 他在 就是禪 他以禪的境界 在告訴各位 若是你不了解的話 一定跑了 摩索道 三丁神仙 摩索道 四丁神仙的過門道 你看我們這裡有石頭排華 都是給他 都往裡面去了 聽懂嗎 以後你們的家裡庭宴 你們家庭宴 排石頭的時候 他們說 我要找你們家的門在哪一邊呢 我看最好你們外面排石頭要做一個指標 石頭張指標 不要說 寫字從這邊進去 就不會用石頭張指標 那麼 你禪宗了 曾經我有一次 禪宗的大師 他也是大師來 我坐在這邊 啊 教授老師 你裡面有佛是不是 有啊 在哪裡呢 站在這裡啊 有啊 他一直在過了 站在這邊跟我聊 好 那你坐了 他就坐著那個石頭這麼便宜的 坐著 坐著 哎呀 那時候裡面呢 好 我就 先 張恩華先斷掉 先斷掉不當看裡面 好 他說 你怎麼這裡這麼沒有做指標 有啊 那也沒有指標 指標很清楚啊 有啊 很清楚啊 這麼很清楚 好 那 這位先生啊 修禪啊 哦 謝謝 謝謝 那我懂了 那我知道我進去了 他就看到 他那邊就看到 這個石頭有指標 所以這位 先生啊 他很客氣 他這要做 很謙虛 他很謙虛的 因為這一鍋你不能抬起來嘛 就是我要請坐嘛 注意喔 你們去拜訪禪宗的大師 你們要小心喔 高人見招不見蹤影 有時候你會露氣喔 他 哎呀 請他坐這裡 他這裡 看著接下來 你看 你在哪裡 你就往這邊去囉 往那邊去了 這是最好的引導喔 也是最高境界的引導 還有樹 樹的引導 像這個 你們可以 像看到橋上面的樹 去在哪邊 他們一定 樹葉一直往這邊伸展 樹根 樹根 樹葉 一定會往這邊伸展 表示氣罪旺在那邊 他絕不會往外面去 那邊是順水流 順水流 往那邊就沒有意思 他就往這邊 旺氣在這裡 大家都在朝拜 都在拜佛 那麼各位你們要找寶地 在哪裡 你們可以看很多的樹 像樹葉 樹枝 它垂著最多的地方 旺氣在那邊 絕對不會說 沒有垂著方向 那是旺氣 絕對不會有的喔 關氣 你們入人 入山 一關氣就清清楚楚 這種關氣的方法 和關石頭氣的方法 還有關突然 水泥打起來 就看不太不清楚 不然呢 都是土的時候 你會發覺 這邊的土會比較黑 那麼土會比較亮 表示呢 你旺氣就在土 地面比較亮的地方 在宜蘭 我們到場 昨天N.N.M.老師 啊 什麼要說 點到去 我說你把全部 水落掉 然後呢 把槽 好 壓下去 好給他花 掌草起來 到處我再 帶你們去看哪一個地方的氣 穴在那裡 真的看草 也可以看出穴來 啊 當時 我們大國大 09 090的時候 中華電訊嘛 啊 090 當時呢 我們的 一個叫王毅輝 警務處處長的王毅輝 他來了 來拜老祖啊 他 後面看了一下子 我帶他來看 他問了 欸 老師啊 聽說你們這氣很旺 我是啊 不然我請他們 我們的師兄 陳科長 陳柳欣嘛 你在這裡打電話看看 嗯 沒有 都打不出去 那時候090 視訊很不好啊 那我就帶一個地方 帶一道 佛 佛 那時候還沒有佛 還沒有 蓋 你在這裡打看看 哎呦 四格欸 四格的電波 打出去 好都很 難道叫他出來這邊打 沒有 那時候問我說 老師啊 點穴 能不能這樣 大哥拿著 大哥大拿著 到處找 我說可以啊 你找到電磁波 啊 這三格 這裡兩格 這裡沒有格 沒有格 就不及格 有格的地方 電波最強 可以找 哦 所以他拿著 山上到處找 還找了兩點 我說對 這就有兩個點 所以以後你們要幫我 來找穴 你現在就不准啊 現在那個 那個 哦 網狀的 電信很滿哦 所以你走到哪裡 都是有四格 啊以前090的時候 有穴的地方 就 啊 頻率非常強 啊 這證明說 我們 地 地理 就是 磁場的發軸 啊 證明地理 它的磁波 特別的強 它所接收的磁波 不是衛星 它所接收相應的磁波 在我們 無限長的空間的 星球 它的引力 就相 回應 啊 所以我們在 啊 有的有學 到 學 修 到 吸收 都 你們站在磁波 旁邊 哇 啪啪啪啪啪啪啪 也就開始跳 開始跳起來 你不要跳 不可以 我不能不跳 我上來會話 我不能不跳 我真的 空出不了 好 那叫出來 啊 沒有 我們到這裡 你在這裡看看 有沒有見通 跳看看 沒有咧 這一點呢 我們修靈修的人 就是說 這個 地靈 它一個磁場 它這個磁場是一個我們身體上的毛細孔 地球是好多好多的毛細孔 那麼每個毛細孔呢 它和各種星球引力 它一直在引力 所以產生會有不同的山靈線 啊 大家講說啊 山靈線啊 山形啊 是一種 啊 地球變化 啊 地球運動 不是這樣 啊 就我們這地球 做有好多銀和星系 它的引力 一直在製造成 啊 各種有的高 有的低 那也是一種 靜電磁波所反應的 有一種叫做 綠龍椅 啊 它拿著上面 一個會轉的 啊 你走到哪裡 哦它會轉 但是呢 那有時候 心念不正話 我要那邊 玩一點 你玩那邊 啊 啊 哦你有哦 那要多少紅包 那騙人的 哦 那騙人的一大堆 所以各位啊 你們知道了以後 人家臭龍椅 嘿 我的臭龍椅就眼睛 眼睛就臭龍椅 好啦 接下來咧 好 我們來找一個時間 告訴這種穴 到底有多深 哎呀 叫做透地鹽 到底看透地鹽 很厲害 啊 挖下去五尺 就到了 六尺的高 有的要十幾尺 有的二十尺 血要多深 都有一個法則 啊 但是要 滾了久一點的經驗才能看出 有多深 不然你 哇還沒到了 鬧跑 事實上他的血已經在裡面了 啊 好啦 那我們再接下來 介紹龍椅那邊 啊 各位同修 我們現在 在龍椅的正前方 剛才跟各位介紹 啊 龍椅呢 那是一個回龍固子的氣 那麼我們要進去龍杖 龍杖 龍杖呢 若是這個地方 我們用一般的圍牆 啊 你就看就是分開了 但是也不能不分開 要我 啊 要有這個區隔一下 啊 所以當時咧 我就用 啊 石頭 少部分的石頭咧 來做一個圍牆 燃了種個樹 啊 你就會發覺 現面都會成為議題 啊 啊 那當時咧 我說這個石頭搬來的時候 放下去 原來像在這邊 也希望 兩個 像的 相像 有沒有 兩個石頭 都有這麼平面耶 好奇怪喔 啊 啊 我的牌上 欸 這個台灣耶 啊 有沒有 啊 繼承了台灣 是不是有沒有 有 喔 很妙耶 你看這幾千萬年就有台灣了 不是現在才有啦 所以你台灣是誰的 是我們大家的 啊 是上天上帝的 啊 這個台灣 在祖書廷 那麼也一個台灣 也是在這裡面 那說不到誰去雕刻了這個台灣 欸 我想想 欸 台灣把他向過來給佛祖保佑 把他向來給佛祖保佑 台灣 能平安 好 啊 這裡呢 為什麼要這樣 如果呢 就過去 好 就是 和佛黨的 你不要過來喔 好 你不要過來喔 是不是 兩個人趴著 那麼形狀 有七情必有七零嘛 好啦 我就這樣 就這樣 來來來來來 進來 讀經 進來修行 進來光景畢 來吧 來吧 到現在都還沒來 好 我還想到 嗯 也許我的方向 太鬧 又把他趕回去了 如果他調過來 可能就進來 來吧 好 我還希望各位 你們有空回來都進來讀 龍杖 那麼藏經 那麼石頭 這個石頭呢 能夠 這個有白白的氣 石頭白白去 那是真氣 好啦 我們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進到龍杖 你們首先 先 這個龍杖 好 如果是 你平平下來 那麼高 這邊低 就這樣 浮 好 我們如果 可以 在三邊 你向著三 你一定要有身高 一二三四五 好 一定最少要有五個街 好 五個街呢 你看了 就穩下來 你少了一個街 好 再少一個街 你少到這裡來 好像就掉透 人的就被水 塩起來了 好 那又不對了 所以 你一街不夠 兩街不夠 好 一定要一個樹 一個到第五街 你到第五街 好 周圍了 就 噢 想呼應 好嗎 當時 這個 如果這 兩隻獅子 我用比較大的 誒 好像 又一種 抵擋 抵擋的 感覺出來 還是用兩隻小 小花貓 誒 就會比較謙虛一點 好 我們知道了 八卦珍氣草原 天上來 這個 八卦珍氣草原 天上來 當時我蓋這裡 上面還沒畫八卦 上面還沒畫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窯 好 那時候老祖開示 哦 八卦珍氣草原 天上來 好 你在這裡 天上的水 三千上的氣 就能就來潮 好 我也 他來潮 我要歡迎 啊 如果是他來潮 我不歡迎 氣接不上 啊 啊 再來呢 啊 羅盤 天雞 齊 齊 是 真禪 等一下 你們看裡面 羅盤 少 齊事了 都是一些真雞 啊 也是真禪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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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呢,重新整理 所以它叫做龍杖 龍杖 那我們這個龍杖 這一間是小小的 但是七千兩百四十六卷 就過我們讀了一輩子 讀是讀了,要會懂 不懂就讀了,也白讀啊 那麼我們這龍杖 這個就是回龍雇主的地理 我們要蓋一部龍杖 或是長津閣 必須要有風水寶地 才 它在裡面,我們在裡面供修了等等 才會得到 無上的華喜 那麼我們龍杖 這個蓋得很小 這個蓋得很小 現在可以看 我們這裡 這兩條龍 很漂亮喔 龍王裡面 這兩條龍 我不是刻意去安排這個寬度的 不是的 我就是去請 中間那個佛的時候 我看到旁邊剛好兩條龍 這是唐草的龍 唐草的龍 我看到 我這兩條龍我一起買回去 我請回去 可能有用 一直感覺這兩條龍很好 所以我把他請回來了 請回來了 到底放哪裡 哎呦龍杖嘛 放下去 長度一樣 一寸也沒有加 也沒有減 剛剛好 那時候當時這個長度寬度 老祖按你用多少就好了 我不知道老祖他已經安排好了 這個兩個就往裡面看 龍 是每個人的本性 大家都是龍的化身 每個人的血液之中 你們都有龍氣 你們的心靈之中 都有龍 都是龍的 都是龍氣 所以每一位 都是龍 我才在 元旦年齡祭祖大典的時候 我 畫了兩條龍 雙龍拱著老祖宗 老祖宗呢 就是我們的祖德 祖德是龍 我們也是龍 所以中國才有一句叫 龍的傳人 那剛才說我們這個高度要多少 反正 接下來的 比低的 最多只能五階 你到七階 你就會得 有所 爭和鬥喔 我們上來 五階 四平八文 就好了 因為五階 叫五折二世 武器朝延 金木隨活圖 的武器 朝延 朝哪一個人 我們的本性 本性是什麼 就是龍 就是龍 所以叫做龍的傳人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常常聽到 龍的傳人 我們記住的時候 就有播一首 龍的傳人 但是裡面寫了 非常的莊嚴 可是呢 我們知道龍的傳人在哪裡 就是我們的心 所以在昨天六讀談經 就我們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自信心 自信心 就是佛 我們現在請大家就可以進到 我們裡面來 裡面 這是 一步一步 一步一測 7246件的 龍杖 現在我們請各位 全部進來 好不好 各位華人同修 阿彌陀佛 我們現在 大家在我們 龍杖裡面 願佛 慈悲 加持 護佑各位 華人同修們 不會增長 我們願佛 加持各位 回到世界各地 能夠洪華立生 出廣常舌相 將我們佛華 和所有一切中國 中華文化 能夠 弘揚 我們在龍杖裡面 雖然小小的龍杖 但是裡面藏著 三千大千世界 法界 一切 一切聖神佛菩薩 含養的 所有我們 各位 甚至四世 無量節來的 般若大智慧 我們在這裡 祈求佛菩薩 願佛 赐福各位 能夠 圓滿本願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在龍杖裡面 一共有七千 兩百四十六卷 這是從一開始 從一 一到最後 經律論 三戰 十二不經 正是從二十四月 因為 我 我 從二十六卷 我 心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